这就是我们右手先取手冲骨 在庇护员工的指导之下 新北市长侯酒鱼和众人一起体验手冲咖啡的乐趣 并表示中秋节快到了 劳工局所举办的第九届新北庇护理活动 除了帮助身杖朋友促销之外 市长说品质一定要好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这些要搞 这些要搞 我们要怎么去帮助庇护这些居乡 谢谢福祉康奔 谢谢福祉康奔的咖啡很有趣 而且包装非常的轻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产品一定要好 侯友说未来市府会尽可能争取公益回馈空间 开设更多的庇护工厂 由政府帮忙行销 让庇护产品被更多人看见 还可以让生障员工的生活充满色彩 我经常给劳工局讲 只要我们有能力 回馈空间拿出来 身心脏爱的庇护工厂就一直看 然后产业界跟政府紧密 自由在一起 来好好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被看到 让他人生充满着色彩 也让他的家庭充满着核 所以用这样一个力量 大家能够邻居 让这个社会充满着爱跟想和 这也是新免事 政府本来就开始做的事情 在整个的工作过程中 不断的让这一群 我们身心脏爱的朋友 让他们内心充满了爱跟力量 相信他们 培养他们 让他们能够做出 比我们一般人做的还好的咖啡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精品咖啡的精神 如同这八个字 引游咖啡手中幸福来形容 市长还特地下了住节 喝了会上瘾 内心会充满幸福 希望公司行号或市民中秋节享送礼 欢迎大家多多捧场 第九届的新北屁股礼 在你品尝手中咖啡 也能为这股芬芳美好 给传递下去 温情满人间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